任牙竟然用一招就震慎了永慈郎 就是这招能幻化出三角龙的向心拳 只有向心拳高手才能让形态具象化 而现在就连些普通人都看到了 这个形态背后的意志 所赋予的重量以及酝酿的杀意 全都传得给了在座的所有人 而此时此刻 任牙自己的身体反而消失了 永慈郎面对的敌人 变成了他从小就心吃神王的恐龙 他张开双手迎接这位对手 任牙也不负众望地使出了从未用过的三角龙拳 他在身体瞬间弹射出去 永慈郎抓住三角龙的脚 是否稳住身形 可是那冲击力太过猛烈 他的身体只能不断地后退 连小汽车都抵挡不住 最终在负责二人的对视冲击之下 小汽车无力地翻倒在地 永慈郎对人牙的表现满意 但不多 毕竟普通的向心拳本质是模仿 依旧无法超多自己本身的力量 接下来 永慈郎要让儿子看看向心拳的理想状态 他瞬间气场全开 双手骑士 右手模仿黑熊 左手模仿螳螂 而双手去的不停地变换 根本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动物 就在这时 永慈郎双全紧握 雄壮的背肌顿时鼓起崩碎了衣服 与此同时 一道接着一道气浪从他体内拍开 人家也明白了过来 永慈郎的向心拳根本不是模仿动物的 而是地表最强生物 反骂永慈郎本人 其他人也都看到了他那害人的鬼背 和刚刚看到的光的形状如出一辙 紧急着 永慈郎朝虚空中打出一拳 瞬间就看不见的压力从宫中飞来 他的每一个招式都是那样的优美流场 让包括任牙在内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这就是具象化的强大 本人完成对本人的魔法 这自然是最高级的向心拳 不过接下来 任牙又开始教永慈郎做人了 任牙告诉他 向心拳的真谛并不在其外表 而在于战斗中的实用性 任牙一边输着 一边来到了永慈郎面前 一瞬间 众人只看到眼前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下一秒就见永慈郎轰然倒地 但在最后一瞬间 他要恢复清醒 可惜还是没能重新闻出身形 永慈郎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 他不记得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像这样倒下了 都不更是不敢置信 在18岁的任牙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 现在没人不敢承认任任牙的优秀 永慈郎甚至伸出手要说摸摸他的头 这也可让任牙期待了18年的父爱 他的人类忍不住涌了出来 可是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个场合 被父亲称赞后 心中涌现出那份成就感和兴高采烈 在催促的他赶紧上去接手抚摸 而任牙还是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绝不能在这一刻妥协 因为这是一场要决定谁会赢的战斗 是一场旧特殊意义的战斗 永慈郎听他这么说 便表示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强的本质 接着闪向任牙身边 只用一只胳膊就紧紧夹住了他 今天这个头他是非摸不可了 永慈郎硬生生地将任牙夹了起来 同时伸出另一只手相当温柔地抚摸了他的头 任牙18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父爱 却痛苦地增加了起来 甚至抬脚想攻击永慈郎 结果父亲摁着头撞到了腿上 永慈郎还摸了把他的鼻血放在嘴里尝了尝 告诉任牙自己可以杀了他 也可以爱他 这个任牙的拒绝与否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因为他很强 而现在的任牙没有办法打赢他 顺后将儿子的身体重重转了一下推出去 任牙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快速旋转 突然他的脚尖用力蹬着地面 他刚稳住身形 永慈郎就一脚踹了过来 任牙无力地飞了出去 父亲这次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只有强者他不用忍耐 如果想要获得选择权和拒绝权 那就变强吧 一边说一边抱走任牙 没必是更让人难忘的教育方式了 随后任牙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父亲的一切行动和言语都在想到表明一件事 你是个废物 他很想反驳和反抗 可是他的身体真的站不起来 就在这时 战场上就出现一个新角色加入 没想到原始人皮可也忍不住跳下来参战了 但他刚才站稳就被任牙一拳打倒 这愤怒的一拳 将他一颗全尺都打飞了出去 皮可本来是愤怒的 在看到任牙表情的 一颗却无视自通明白了他想表达的意思 这场战斗是属于他和永次郎负责二人的 他不应该横插一脚 最终这位原始人非常识趣地回到战场边缘坐了下来 而任牙和永次郎的战斗也将继续 永次郎率先攻了过来 期间连遇过无数次一伤而过的不易 观众们却只能看到最终的结果是任牙倒了下去 因为这是一场比拼出手速度的战斗 任牙预判了永次郎的出手 所以轻松拦截了他的第一道攻击 可永次郎也早就料到他会拦截 就这样没完没了了 让永次郎非常的不耐烦 所以他接下来 靠最强的速度和力量 任牙就算预判到也无能为力 他一脚让任牙踹着出去 不过在烟雾消散之后 任牙却完好无尊的站在原地 既然任牙不服气 永次郎就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预测一下 看谁最快拔拳 任牙的好胜心也被挤了起来 那就放马过来吧 任牙双手插刀似劫而动 就像刀铁里的刀等待被拔出来的瞬间 两个人精神无比的专注 突然那个时刻即将来临 结果突然被永次郎打断 他觉得血脉相似的负责试探对方的意图不太对 预判什么的没有意义 接下来他会在自己的攻击前5秒开始倒数 当手掌握成拳头时就会发动攻击 任牙只需要考虑如何抵挡就行 瞬间将试探对方发动攻击的时刻 游戏也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模式 可惜任牙并没有拒绝的权利 永次郎不过在他反对就开始倒数 很快就数到了1 永次郎的手掌握成拳头的1瞬间 任牙的双手立刻从头里掏了出来 在被永次郎的拳头打中侧领的同时 高抬起右腿 竟是用力往下压踢中永次郎的肩膀 又顺势驱腿来得及吸顶 在永次郎倒下的瞬间又翻手掰住他的胳膊 这一连针的动作都只发生在瞬息之间 永次郎竟然被任牙全面压制 而且是这种以传统对战的招式 高出观众的奥里巴忍不住他有一些失望 十二魔你该不是年纪有些大了吧 而此时任牙还死死压在永次郎身上 他能感觉到这条胳膊无法自如行动 这一事实上他产生了超越自我的成就感 又有一些大于生命的不安感 所有人都以为现在是任牙斩上风 永次郎却突然裂开嘴笑了 人也催促着他赶紧反击 这么被轻松打败才不可能是犯骂永次郎 还一刚落就去看到父亲的手摆出了OK的手势 然后抬起右手和被挟制的左手几乎平行 下一秒那个手掌突然握紧撑拳 紧接着听见一声巨响 他们所知的地面产生了大量裂风 而永次郎的手就硬生的插在白油路里 在将手臂拔出那一刻 任牙只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裹挟 就这么因为永次郎的动作而被甩了出去 一拳打破白油路 就问还有谁能做到 这一拳甚至把任牙打出了真正一声的屁股尿流 当着所有人的面他吓尿了 基本如此他还没有放弃这场战斗 心里还有让人生一股自豪感 看我爸多厉害 抢到我这个最强年轻人都吓得尿裤子 永次郎觉得他这个反应相当不满意 作为自己的儿子怎么能松成这样 任牙不以为意继续发起进攻 就用那些永次郎所不齿的阴谋诡计 只可惜那些招式就被永次郎一记回旋踢就全部破解 两个人的姿势如出一辙 任牙站定之后 看到永次郎的表情简直不敢置信 这么温柔的表情真的属于犯马永次郎吗 其实永次郎只是觉得这个儿子还有点天分 决定唤醒在体内的犯马家精英 一边梳着一边半蹲下来张开双臂 他背部的肌肉一块一块的鼓动起来 就像是一张恶魔的脸一样 永次郎只给了任牙一句劝告 那就是要活着哦 手完之后 双手起誓 一拳击入任牙的腹部把人打飞出去 脸上露出了一副蛮溢的表情 任牙则砸在一辆车上 刚滑了到地上 永次郎的拳头就紧缩而止 不仅那辆侧翻的车被震了回去 任牙也被打得双眼失去高光 永次郎毫不客气的一拳就这一拳 就好像是要亲手了结这个儿子的生命一样 面对这样的重击 任牙毫无还手之力 并且又一次实际尿了裤子 最后无力的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他已经把自己能做的全都做了 是真的没有办法撼动这个恶魔分毫 看来这场战斗也是时候结束了 只是永次郎来到他面前 问他还要不要继续 这样的战斗继续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任牙心中自然是纠结的 就在这时 他听见永次郎突然喊了一声老爹 就像他凭杀永次郎那样 便顺着永次郎的眼神回头望去 发现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强壮的幻影 而这个男人正是犯妈永次郎的亲生父亲 犯妈永一郎 也是人压从未磨灭的爷爷 更是在永次郎之前打败美国的人 德川老爹子听说过他的事迹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冲绳战役中 美军登陆冲绳岛 前述偷降协议 但在追离冲绳不远的一处孤岛上 美军足足发射了超过1000吨的炸药 此举也不是为了回到那座岛 或者攻击日军 他只是用来对付一个人 那就是犯妈永一郎 他们从海上轰炸 舰炮轰炸 到战机的高空轰炸 全部作战方式都试了一遍 连那个小岛都变形了 美军本来以为此举必定万无一失 就登到确认这个男人的议题 结果才刚上倒就全军覆没 见识过犯妈永一郎实力的指挥官 甚至申请使用原子弹 当然上面是不会批准他这样做的 可是在美军下令终止行动那一晚 假网上的士兵们 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那位指挥官的尸体 深深插进了家班里 只有当时一位正在抽烟的士兵 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石头雍者是一个强壮的男人 他只看到了他的魔鬼般雄箭的背脊 就在这时 魔鬼再次出现了 他还没出手就带来害人的压迫力 几千名士兵争先恐后 从船巡跳进大海逃生 这艘著名的爱华和好战舰 也就归犯妈永一郎所有了 之后就有人说 他一己之力打败了美国 犯妈永一郎只出现了一小伙子消失了 仿佛只是为了提醒永三郎一件事 那就是他最得意的招数 杨庄